一张卡牌在日本引起了社会现象 在一般人眼中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黄牛眼中却成了这个样子 大家好 我是雷们 今天要来聊聊宝可梦卡牌 买卖卡牌到底能赚多少钱呢 前几天附近的有读巴西大牌长龙 以为是发生甚多事 原来是4月14日 宝可梦卡牌游戏即将发售了新的强化过程包 引发玩家彻夜排队 在这包里面装有人气角色奇数 的新卡不止可爱而且强 为了买到卡片 日本各地的有读巴西都出现大量排队人潮 甚至有人搭帐棚彻夜排队 搞到警察都出动控管秩序 大家争先恐后的抢 究竟奇数能卖多少钱 发售前就有网友预测 奇数的发售第一天的价格至少会突破10万 首发第一天 网拍上就一堆标价20万以上的卖场 而且还不少已经卖出了 转卖卡牌到底有多少利润 一盒卡包装有30包 定价5400 每一盒当中有20%的几率 可以获得Support SR 由于种类有两种 获得奇数SR的几率大约为10% 网上转卖价10万以上 光是瞄准奇数SR期望值就超过1万 这次的骚动的主角是奇数SR 每一盒当中出现SR的几率也为20% 但SR的种类有5种 所以奇数SR的获得几率约为4% 网上转卖价24万以上 算上期望值也约有1万 卡核不开封直接转卖也能卖1万5千左右 无论买来开赌赌西游卡片 或是直接转卖BOX 总之买越多赚越多 有网友戏称 买彩券不如买宝可梦 运气好的话 排队一天就能够进账数10万 对于黄牛来说 宝可梦卡牌扩充爆发售日 简直跟发新日没有两样 买不到卡片的网友 为了抵制黄牛的行为 发起贩卖奇数涂鸦的运动 网路拍卖上出现大量奇数的涂鸦 原本只是想捣乱转卖屋的卖场 没想到还意外地卖得非常好 有人怀疑 是有人使用的抢购城市自动下标 价格低于设定值自动下标才因此上钩 但或许只是单纯化得很可爱 所以真的有人想要 我看了都有点想要 但发售没有积添 奇数的价格已精血崩式地下跌 目前店家的收购价大约为12万 不过积添时间价格已经砍淡 估计让人怀疑 用20万以上的高价再买的人 是不是只是黄牛的自产自销 自己标价20万自己买 留下高价的交易记录 想把价格给炒上去 网路市场的交易不透明 没有人知道到底都是哪些人在买 建议想要卡片的玩家可以再等等 不要急着买那些被炒上天的卡片 想买就参考实体店家的收购价格 这次的事件之后 宝可梦卡牌的厂商也发表了谢罪声明 表示会已把商品交到顾客手上 为最优先示下来强化生产体制 你等等 PS5缺货时 Sony好像说产能不够 因为半导体供应不足 宝可梦卡牌居然产能也不够吗 虽然厂商声明的吐槽点很多 但我们留到之后 有机会再讨论 老话一句 还是希望纯粹享受游戏的玩家 能够买到卡片 因为收藏家跟投资客的关系 组一部排成本要几十万 入门门槛也太高了吧 雷门是专门介绍 二字院与日本大小时的频道 对这些主题有兴趣的话 欢迎点赞加领域 有什么心得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雷门 我们下次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